地底世界之雾影战婆 第二十一集 随着热带风团浮屠的侵入 风雨渐渐变得猛烈 原始丛林中的植物群分布得高低错落 有些根基稍浅的 相互相缺少有效的依托与保护 不是被狂风拔起 就是拦腰射断 那些韧性较强的粗壮植物 也在风雨飘摇中东倒西歪 狂风暴雨和阵阵的电闪雷鸣 吞没了这天地间一切的声音 司马辉等人 站在野人山巨型裂谷的边缘 抓着山脊上几株粗壳荷豹的大树 俯身溃裂着裂谷的底部 就觉得风雨知识太大 这场暴雨下得真如同沧海轻浮 银河道谢 山脊上几乎使人难以立错 借着半空中划过一道道雪亮的闪电 可以看到裂谷内部的骨藤 攀附着上旋下销 走势几乎是笔直的 最深处云雾茫茫 完全遮蔽了人的世界 探险队携带的绳索极其有限 即使连接了全部的长绳 用来垂入那深不可思的洞窟 也绝对放不到底部 正在寻觅一处可以容忍爬行的所在下行 不料 阿翠与卡瑞维卡 却抬着担架吃不住风 被狂风一扯顿时 变成了一张帆布 加上担架上躺着的那位草上飞 也瘦得仅剩一根骨头 根本压不住分量 一阵狂风过处 竟然连担架带人都一同卷上上空 犹如飞絮落花 随风摇准 司马辉发掘阿翠手中的担架脱落 紧接着就看着有个人影在眼前闪过 连忙伸手想要将其拽出 却抓了一把空 在浮屠带来的狂风暴雨中 眼前所见的只有一片漆黑 转眼睛 就已见不到草上飞的身体 落到什么地方去了 司马辉心中叹了口气 暗想要怪就怪这草上飞 这名字没取好啊 下辈子就应该换作千金坠 那才稳妥呀 此时 众人在巨型裂谷附近 再也站不住脚了 好在看清了地形 正想顶着风雨退下山坡 寻个狭窄平缓的区域进入谷底 可在猛烈的风底之下 连脚步都移动不开 连手中所抱的谷树 也被风吹得摇摇欲坠 一时进退两难 雨飞燕见山上太过危险 忙扯过了司马辉的胳膊 打手势 来示意众人立刻冒险 攀下裂谷 司马辉也知道 这是唯一可行的方法 当即用手抓住了 另一侧的卡罗维克 让他紧紧地跟住自己 率先揽住人臂粗细的骨疼 一寸一寸地向下攀行 列谷内部 虽然也受到了热带风团 带来的影响 但在特殊的地形作用下 身处由几股气流中年盘旋 使得内部风雨难清 从岩壁上攀下了数十米 已然感觉不到地表呼啸而过的飓风 而雨势也小了许多 司马辉下到百余米的深处 就见脚下的雾气凝聚 如果再继续深入 就会进入到茫茫迷雾之中 这些浓雾来历不明 虽然雾气本身对人体无害 但它也使空气中含有的污染物不易挥发 很有可能变成治人死命的杀人物 虽然热带风团浮屠带来的恶劣天气变化 将野人山地底涌出的浓雾冲散 巨型裂谷内部的雾气 也受到了暴雨的压制 以极其缓慢的速度不断降低 但洞窟里面完全被云雾严密遮盖 深浅难测 凝聚不散的迷雾中死气沉沉 不知藏有着什么危险 即便那架文氏特种运输机 真的坠落在了此处 探险队要冒着能见度极低的浓雾 在如此深广的区域里进行搜寻 也无异于大海捞针 成功的希望极其渺茫 而且一路上疲于奔命 众人到此早都已经精疲力尽 感到难以支撑 与飞艳见探险队避过了热带风暴的袭击 已经进入到野人山巨型裂谷内部 当此情形须是步步为营 也不必急于求成 免得最后功成于愧 就让大家伙停下来歇口气 等到弟弟的迷雾降至最低之后 再继续行动 众人便在裂谷内部的峭壁间 寻了个被藤葛覆盖的凹洞 身前宽窄刚好能容下几个人 就挤在里面拱了堆火 烘干身上被雨水浇透的衣服 同时吃了些干粮果腹 耳边听着雨水刷刷落下 身边沿缝里又呜呜的风声掠过 处在这上不着天下不着地的凶险之处 不免心惊肉跳 又怎能歇得安稳 雨飞燕在短短一天之内 接连舍了左膀右臂般的几个德里手下 心里自然有些沮丧慌乱 想想如今身边只剩下一个俄国人白熊 而死人是为了躲避苏联铁木统治 流亡到东南亚一带的 他曾在缅辽泰三国之间的乌政府地带 为种植因素的毒枭门卖命 因其杀人成性 手心意起是翻脸不认人 后来惹下祸事被割掉了半截舌头 才被迫逃至马六甲海峡 最后又辗转投入到玉飞燕手下 他性情冷漠残酷 心急难测 根本不值得信任 眼下玉飞燕所能寄希望者 就只有免供游击队的四名成员了 他当初只想带上熟悉雷区 并且能找到幽灵公路上的卡罗维卡 但现在回顾一路上的经历 也多亏了把司马辉扯进来 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玉飞燕打算在事成之后 拉拢收买这些人入伙 通晓医术善于接骨的阿翠倒好好说 可司马辉和罗大海这两小子 却是一副软硬不吃的臭脾气 如何才能说动他们心动呢 玉飞燕向来阻止多谋 更会笼络人心 稍作寻死就记上心来 趁着这短暂的休息之际 先从卡罗维卡身上找个油桶 玉飞燕发现 卡罗维卡胆子很小 自从进了这野人山巨型裂谷以来 吓得牙关打颤 话也不敢说上半句 就从身边取出了一枚翡翠的板机 在祖上曾是显赫的贵族 这般只是其祖传之物 如果投到住满清水的铜盆中 就会放出满盆盈绿之光 显得颇不寻常 又因是大内之物 更有辟邪党灾之意 玉飞燕拿出这杯翡翠班纸 取了个红绳 就给卡罗维卡戴在脖子上 并且说了其中的好处 让他知道 阿翠见卡罗维卡浑人不知 就告诉他这班纸很贵重 让他快向玉飞燕道谢 玉飞燕暗中得意 正想同卡罗维卡认作异性同袍 再趁机与司马辉等人接纳 谁知 司马辉看也不看 他那枚祖传的翡翠班纸 反倒对玉飞燕说 无功受禄寝食难安 行今天这小子 是我和罗大海的兄弟 你送他如此贵重的东西 我们也当还你一件才对 玉飞燕知道 司马辉这是不肯领情 心中却急事不屑 心想 你小子身上衬的什么呀 那以我家祖传班纸相提并论 还好意思拿出来做回礼 司马辉看出他的心思 说你这可是小乔人了 别忘了破船还有三千厅 你圣家有祖传的玩意儿 我们也有护里留下来的东西 说着就冲罗大海使了个眼色 示意他把东西拿出来 给玉飞燕见识见识 罗大海与司马辉向来都有默契 他点头会印 把全身上下都翻了个遍 终于掏出了一个 同志雕花的瓦尔手 看工艺似乎是缅甸土产 虽然看上去还算精致 那橙色也像是有些年头 但怎么丑 怎么是坊间的货色 要拿到玉飞燕这种 常和西式珍宝打交道的行家面前 实在是显得太不如流了 这件东西能有什么价值 掉在地上恐怕都没人捡吧 司马辉看玉飞燕 瞧着这挖二勺 满脸都是鄙夷不屑 就假意冷笑一声 对他说 大头的你不识货了吧 是不是以为咱们哥们手里这件东西 是两分钱买的鸡皮眼子 贵欠在钱不乱 它根本就不是个物件 其实你大概是有所不知 这可是清末明初的东西 那时候是由打皇宫大内带出来的 多少年来他都是罗大舌头家里压箱底的宝贝 要不是为了送给你这种身份的人 我们死活也不肯拿出来 罗大海在旁帮枪坐视 就好像动了多大感情似的红枝眼圈 含泪劝阻的司马辉 兄者 我前思后想这东西 我还真舍不得 咱们这么做实在 实在他对不起祖宗了 说着就把司马辉手里的东西拿去 玉飞燕本以为司马辉是在作弄自己 看他们神色正重 不向作为 难不成自己真是看走了眼 可于情于理又都说不通啊 只好问道 皇宫里怎么会有这种货色 司马辉故作无奈的道 咱们说到哪算哪 我今儿个就跟你讲知道 你也无妨 但你可千万别给传出去啊 这不是多光彩的事 玉飞燕更觉得诧异 这里边有什么不光彩的 却见司马辉伸手一指罗大海 对他压低声音说道 不瞒你说啊 你别看罗大舌头嘴里有点东北口咽 其实他祖籍是北京的 那北京黄城根底下 从来便是藏龙卧虎 什么样的高人没有 这罗大舌头的爷爷 就不是一个一般的人物 乃是满清王朝最后一个小太监 小德海 这件东西的来历可不得了 是他爷爷小德海 跟着宣统皇帝宣统爷 离开紫禁城的时候 从宫里顺手牵羊给顺出来的 罗大海一听 差点没气晕过去 心说 司马辉你真是一肚子坏水 你得便宜就占哪 我就没见过比你更缺德的人了 你爷爷才是他那娘的太监的 但话说到这份 他只好继续苦着个脸 哀声叹气的对玉飞燕说 哎呀 你听人说话不要紧哪 可是听明白了 子丑毛尹 其实我爷爷他老人家 并不是贼 顺手随手顺着这东西 只是为了留个念想 这叫为人不能忘本 在那个大兴国没了之后 老爷子天天对着瓦尔首 行三百九寇之礼 他老人家打油六岁就进了宫 服侍了太后和皇上多半辈子 一直到死也不忘给主子进宫呢 他说到最后 四十年级旧事触动心怀 竟以耿液难言 司马辉连忙出言安慰 哎呀 奴才能当到这份 也算是对得起主子了 啊 于飞燕听到此处愈发起义 既然小德海是紫禁城里的太监 而且六岁就静身进了宫 那他怎么可能有后人呢 司马辉赶紧替罗大舌头遮掩 说那位小德海公公出来之后 他不也得成家过日子吗 结果就娶了个老公女为妻 又收养了一个儿子在西前 以便给自己养老送终 虽不是亲生的 但感情却好得没话说 所谓不是亲人 胜死亲人 这正是罗大海他们家 最令人动容之处 于飞燕微微点了点头 心中仍然有许多疑惑不解之处 又问道 那位小德海公公 竟然能从宫里带出东西出来 为何他不取金器银器 更不拿古董字画 偏要拿个瓦尔豆勺 回来压箱底呢 司马辉糊口编造 说你可别小看 这个纯统的瓦尔豆勺啊 名副其实是件国宝 为什么呀 因为看一件古物啊 你不能以材质断其贵贵 首先要看它的历史价值不是啊 其次才是它的艺术价值 话说呀 自打大明洪武皇帝龙兴 欲学百战 终将猿人逐回末北 恢复我汉家山河 后有燕王扫北 建都北京 一度历经图治 海内无事 怎奈日月贫迁 星霜旅改 这正是好花不常开 好景不常在 得到明朝末年 朝廷施政 内忧外患是民不聊生 先是闯王李自成 揭竿而起 率军打破京师 逼得崇祯皇帝 吊死眉山 改朝换代为大顺 天下百姓指导士 就此安居乐业 可偏又有吴三贵 冲官一怒 卫红颜 引了清兵入官 那八旗铁甲席卷而南 所到之处 势如破竹 从而定顶了中原 大清国仍然是建都北京 你倒这是为何 只因那满清皇帝 也看重咱北京的地势不俗 此地 北仙阉山 西街太行 东吞渤海 是南亚华夏 真可谓是金府天城 乃是万古千年的不拔之急 自从满清入主以来 接连出了几代明君圣主 审时夺势任用贤能 五十足国 众势农丧 平定各地叛乱 一举扫除三番 终于使得四海一统 万迷归心 其量 康乾治世之后 却挡不住 圣衰轮转 风云变换 终于 还是朝纲败坏 大局糜烂 不可收拾 眼看他八国联军 趁势打入北京 逼得慈禧太后 苍皇出头 假年行至途中 天时风干水河 烈日悬空时 浮云静草 老佛爷体内生出弹火 耳鸣目燥 苦不能言 御医多方枕治无果 正当堪堪费命之时 幸有随行官吏 乘上 先罗进攻而来的 玲珑八宝 挖耳勺米饼 由总管太监 李连英 亲自为老佛爷 掏出耳垢 上天平全之 种一粮有余 此喜得以泄出内火 顿觉精神气爽 耳聪慕明 因此而活 遂主张与洋人议和 签订了辛丑条约 可以说 如果当初慈禧 没有掏耳朵 他未必能保住性命 再次返回北京城 光绪皇帝 也不会因为变法不成 机遇成疾 落了个寒恨而终的 悲惨下场 谁又能想到 这柄小小的外耳朵勺 却是历史风云变换 和晚清末年丧权 辱国的见证之物呢 难怪到后来 李鸿章 李大人他也感叹道 牢牢车马魏立安 临时方之一死难 三百年来 伤国部 八千里外 调民函 秋风宝剑 孤陈泪 落日志祺 大将谈 万尔同勺 原非凡 请君莫作 邓贤官 与飞燕至死 才终于明白 原来司马辉说这么多 无非就是为了 闲摆他这件破烂玩意 价值非凡 足以顶得上 自己送给卡尔维卡的 那枚翡翠班纸 自己刚才那份深情厚意 竟然全部打了水漂 真是明目美欲 投于盲人 好心被人当做驴肝肺 他越想越气 不由得柳梅到诉说 你就这么看不起我 司马辉看 玉飞燕已经被气得 翘脸惨白 眼泪在眼眶里打转 心中不免有些侧然 就直言相告 全他说 你就收下吧 虽然跟你在古墓里 建的宝物不能比 可蚂蚱掉进油锅里 大小也是个婚下 另外 你也别费心思 拉拢我们入伙了 这么多年来 从来没有人 从野人山巨型猎谷里 活着走出去 脱一万步来讲 即使咱们能活着离开 我也只是希望 你旅行先前的承诺 带着卡尔维卡 远走高飞 而至于我们三个的事 你就别管了 原来 司马辉和罗大海 阿翠三人 在遇到柬埔寨 十人水智时 便都已经细想过 就算自己三人 侥幸减条命 离开野人山 也不打算逃往海外了 因为到了那边 一无所长 也无以为业 为了谋求生计 必定会受制于人 迟早还得跟着玉飞燕 去做那盗墓的会子 想想江师爷 和钻山甲等人的下场 可见 人为惨死 鸟为食亡 他们都得被东家 以重金所顾 结果不明不白 死在这片 与世隔绝的原始丛林中 做这种脑袋 别到裤腰带里的勾搭 谁也保不准 哪天就走了个被子 一头撞到横死鬼 手里搭上性命 与其为了金钱 去给那些财阀卖命 到最后死得像条狗一样 还不如就此越境回去 该挨枪子挨枪子 该蹲土腰蹲土腰 倒也落了个精神爽觅 于飞燕 听拔了司马辉之言 心头怒气 虽有缓和 但是恨意仍未平 正在问他些什么 忽然 听到裂谷底部 传来一阵巨像 众人都知道是有事发生 急忙探出身子 向下张望 就见 脚下那片茫茫 遗物之中 竟然射出了几道 强眼又刺眼的 光 拔了 感谢观看